演艺圈从不缺导演,尤其是在演而优则导的艺人越来越多的当下,但名副其实对得起导演两字的却还是少数,而李安也就那么一个。 实际上,李安走上艺术之路的原因,不仅一点也不高大上,更是十分现实,那就是无路可走下,只能将绝路当成希望来拼,李安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然而父母虽然都是从事教书育人工作,尤其是父亲不仅是台湾省某中学的校长,更是有名的教育家,但他却是个偏科十分严重的学渣,李安的文科成绩异常优秀, 各种竞赛的领奖台上,从不会缺少他的身影,但数理化,哪怕再简单题目,也总是因为他的粗心经常各种出错,让老师曾一度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。 幼年的李安与父亲,中学即将毕业,高考不期而至,不仅李家父母双双出手,更是请了能请到的各科名师来给李安补考,但可惜结果并不美好。 第一次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了,第二次更惨,数学只有零点六七分的他,再次与大学错开,两次落榜,虽然让有着万般皆假品,唯有读书高。 这样传统是大幅观念的李家父母,异常失落,也让李安崩溃了,却也促成了他与电影艺术结缘。 其实早在中学时期,李安就以营迷的身份,开始接触电影艺术,彼时的他经常因为学习成绩不好,接受到来自老师从精神到身体上的各种爱的教育。 失落打击时,他就选择跑去环境安、静、黑暗的戏院看洋片,而电影《戏院》就那么在潜移默化下,成为了他心灵的避风港。 于是第二次落榜后,李安在打击下,索性就选择去了台湾国立艺专,2001年改名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影剧科,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读大专,尤其是老师的儿子去读了大专, 其实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,因此哪怕李安入学不到一年,就与火虫生还找回了自信,但他还是为了挽回父母的面子出国留学度金了。 不过,在当时可能是迫于无奈的选择,对于后来的李安来说,却是非常值得庆幸的,因为在那里他遇到了生命中不可辜负,错过的人,也就是他的妻子林慧嘉。 李安与林慧嘉年轻的照片,据为什么李安能够在家父贤六年让老婆养家,这则帖子里显示,当时所有人都并不看好怀才不遇的李安,包括他的父母,甚至两人结婚时,身为婆婆的李妈妈,更是因为过于寒碜的婚礼,曾哭着表示,李家对不起他这个媳妇,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。 但林慧嘉却不在乎,更是对李安有着异常的自信,因此哪怕李安毕业后将近六年一直沉寂,找不到工作,她从来都不急不躁,唯一一次发脾气,还是在得知,李安为了帮忙养家去偷学电脑找工作时,而事实证明,林慧嘉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女人。 李安不仅成为了电影史上第一位集齐了,奥斯卡奖,英国电影学院奖,金球奖这三大世界性电影奖项的最佳导演奖的华人导演,华人导演圈的标杆人物,同时她也从身到心做到了确认果眼神,就不会放开你的手。 有记得在2013年时,李安以少年批派的奇幻漂流,再次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,她在台上十分肉麻地表示,两人即将在夏天迎来结婚30周年,感谢妻子多年的支持后,还以非本是爱,当时就有很多人对林慧嘉投去了异常羡慕的眼神,但她本人却是出奇的淡定。 以及理所当然,不过也正是她这份态度,更坐视了两人的恩爱,而这也导致了后来李安参加陈鲁玉的鲁玉有约时,表示自己最大的幸福感,是来自于妻子能够对自己笑一下后,没有观众觉得踏实在作秀,有的仅是对林慧嘉各种羡慕嫉妒,愿得一人心,摆手不相离,自古以来这就是所有女性,对爱最美好的畅想, 但实现的人却是犯善客审,尤其是在娱乐圈中,甚至有很多人表示是诱惑太大,不能怪自己,但苍蝇布丁无缝担,真的有新手,外人又哪里找得到机会呢? 当然爱从来都是相互的,希望这世间有越来越多,像李安这样的好男人叫李安,也希望他们背后都站着拥有一份全身心信任的林慧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